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首先介绍的就是 我们要解脖子方式 我们知道当我们解脖子方式 之后 结计的是 B的二次微分 我们要解这个微分方程 你要积分两次 要积分两次 每次积分都要加一个常数 所以它有两个常数 这两个常数呢 要由边界条件来决定 两个条件 由边界条件决定 就是说 这个是由边界条件决定 它告诉你在什么地方的时候 好了 现在 我们就拿一个 一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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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要积分两次 积分两次很简单 就是我们 这个筑子可以写成 db over dx x 等于0 这个等于0 等于常数 等于一个常数 我们讲定这个常数 还是我们就 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是常数的话 那么我们写b 呢 它就等于c x1 x 加上c2 它有两个常数 这两个常数 我们现在用边界条件 现在我们来决边界条件 比如说 如果 条件是这个 假如x等于1 的话 b等于4 4 4 0 1米的地方 x 如果是等于5 5米的地方 我们 我们假设 b等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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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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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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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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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等于1的时候,Votage最大 X等于5的时候,Votage是0,这是它的边界值 在任意位置,X的Votage是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看一看 我们发现这个 你把这个VxA等于Vx加A 再加上Vx-A 它就表示说 你在所一点的边位,加上一点 比如说,现在我们这就是X 就是X在这里看,更低一点的边位在这里 那么 你加上A的时候,定位在这里 请到A的时候,定位更多 这两个定位之重 加起来被二足 被二足的话呢,就是这个 那就表示说 这一点的,任意一点的边位 是等于 这个位置过来一点的边位 增加一点 X增加一个A的边位 跟X-A的边位 的平均值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色 我们就把这个写出来 我们就把这个写出来 这个条件很重要 Bx加A 于 Bx-A Bx-A的平均值 A为正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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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点 我们发现 你在这个范围里头 如果解Laplace equation的時候,它的唸位就是從這裡一直到這裡 它不會超過最大詞,也不會超過最小的詞 那就是Laplace equation,它的所入群最大跟最小這兩個詞 都是在它的邊界上面 要記住,等於我們把這個延伸就是二維的結果 我還是要寫一下,這兩句話非常重要 Laplace equation,它的solution,不可以有極大值,也不可以有極小值 因為它的極大值,極小值,是在它的邊界上面 為什麼不可以有極大,極小呢? 因為這個值是VhA跟VhA的平均值 所以它一定比這個值小,一定比這個值大 所以它不會是極大的 極大呢? 就是,它呢 譬如說這一點,也不會比這個大,不會比這個小 所以極大值是在這兩邊 極大值,極寬的,OK 現在我們,這個因為比較好做 我們就把它解出來 那麼二維的就不是那麼容易解 那意思就是 B 呢? 如果低卡坐标,我们用这样的 以后我们会讲你怎么解释它 我们要用分离变数法 A separation of variable 来讲 这很麻烦的 拉式方程 它就变成 A separation of y squared 所以这个V 是 xy 的函数 不是单纯的 x 也不是单纯的 y 那么 你要解这个 仍然有两个固定的长组 要解这个数字 还是用两个边线条件 那么我们现在 因为这个比较麻烦 不像这个 我们一下就解释了 我们就谈一谈它的特性 谈一谈它的 solution 的一些特性 我们就利用这个 一维的这个特性呢 延伸以后啊 来说明啊 好 任意一点 任意一个位置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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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围 是 中围 各点 变位的平均值 我们 我们刚刚意 意味着是两端 因为它是一条线 就是两端嘛 你现在二维呢 不是什么两端 你二维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随便找一个面 我们就拿黑板面来看啊 比如说这个面就是黑板面 我随便找一点 这个地方就是 XY 这一点 那它是什么呢 它周围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画一个 幻间为R的 随便R是什么指号 这一个圆 这个上面的电位 的平均值 就是这个地方的电位 它一定是周围 这是平均值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的电位啊 不可能比这个地方的大 也不可能比这个 不可能比这个 最大的大 也不可能比这个地方 最小的指小 那就表示 它里头啊 它里头啊 会有极大值 也不会有极小值 那极大值 极小值 一定是在边界上面 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可以写 VXY 它是等于 我先写出来 2开R跟E V乘上VM 第二 这个C 就是它的边界 任意一点的V 乘上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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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VM 太小了 你根本分不出来 它的差异 不显示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段的电位 当成V 那你到旁边呢 就变成别的V了 我们把这个 这个气氛 被2202除 就是这一点的电位 这是它的第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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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特务的点 第二个特务的点 就是说 极大 或 极小值 就是 你随便找一点呢 在这个范围 边界里头 没有哪一点的电位 是最大 或者是 最小 因为如果它是最大 它就不可能是这个地方的平均值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呢 不可能有 有极大 或者极小的 这个 电位值 就是局部的 那极大 极小 一定是在边界上面 极大 极小 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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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大极 极大极 极大极极 是類似,對不對? 好,現在我們再看三位 就是說這個時候的V 它是V卡坐標 它是X,Y,Z 三個坐標的函數 三個坐標的函數 那麼, plus V 它就變成 plus V parture square B 或者parture X 再加上parture square B 或者parture Y square 再加上parture square B parture Z square 等於0 我們將來會解這個 我們會有利解的麻煩 因為這個上面 這個是X,Y,Z的函數 你對它不偏微分 那裡頭還是有Y,Z在裡面 那我們今天先不去解它 那麼,你解的時候呢 因為要微分 這是兩次微分 你還是要積分兩次 積分兩次仍然有 常數 所以,我們要積分兩次仍然有 V的時貌 人有二常數 這個常數也要靠邊界條線來決定 也要靠邊界條線來決定 也要靠邊界條線來決定 那麼,它 我們現在要不去解它 我們就是 因為我們寫的評估解很多 我們心上還有這個特性 我們現在先拿出來用 它特性跟這個很像 就是完全跟線性的這個 非常地類似 我們在看 我們在看 甚麼都沒有 我們在看 我們在看 在任意位置 比如说我们在空间随便找一点点 就是xyz 这一点的电位是什么电位呢? 是这个空间,地体空间 你在它的周围,比如说你做一个球面 半径为R的球面 球面上面的电位的平均值就是这个 中间的,就是这个球星的平均值 位置R 画一个球根,我们会做一个例子 画出来跟那个差不多 不过它是一个立体,这个是一个平面 第二个,这边 第一个极大值 在这个边界之内的范围里面 电位没有什么极大值 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地体 假设我在某一个空间 把一个点电荷Q 在这里 点电荷Q 那么这个点电荷Q呢 它会在这个空间 任何一点产生电位 这个地方也有电位 这里有电位,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 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 到处都有电位 那现在我们要 证明说 这个地方有电位,对不对 这个地方有电位 但是这个电位,它一定是什么呢 我们是周围,我们画一个球面,这个是球面。球面上是电位的平均值。 如果我们画这个半径是R的一个sphere,我们假设这个是V造型。 V在这一点产生电位很好算。如果它的距离是Z,我们一下会算。 这个电位就等于什么东西?中心点的电位。 就是球星Z的1分之Q一定是这个。 现在我们看它周围的。 它这个球面上有任何一点的电位,我们把这个电位平均。 比如说,我现在这里画一个抵抗作标作为参考。 那么我在某一个位置取一个球面。 某一个位置取一个球面。 这个是C。 这个就是R。 这是R。 因为在球面上,所以这一边是大R。 然后这个是。 这是B块。 这个角是B块。 这个是B块。 我在这里取一个B块。 B块。 这一点跟这个地方的距离一样。 我们用R来表示。 R来表示。 这就是P点。 我们在P的位置。 再取一个A。 我们先写。 这P点的电位。 为什么呢? B点。 P点的电位。 它就是。 处的P。 A0。 R。 分之Q。 对不对? B点。 我们现在在P点这里取一个DA。 DA我们用的是。 球坐标。 这个DA等于什么呢? 它就等于这一边的长。 RDA。 RDC。 这一边的长度是R3θ。 再来。 这个。 这个。 这个长度是R3θ。 D5。 所以它是等于R2θ。 所以它是等于R2θ。 3θdc的D5。 好。 那。 嗯。 我们现在要求这个Vaverage。 Vaverage。 它就是等于。 我们把V乘上DA。 这个地方的V乘上这个地方的DA。 这个地方的V乘上这个地方的DA。 这个地方的V乘这个DA。 这个V乘这个DA。 它全部加起来就是基本。 加起来以后呢。 被这个变积来除。 被4θ。 2θ。 3θ。 2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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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有很多,它現在不只一個變數 所以它這個是4πy0 Q也可以提出來 裡頭,因為它是二層積分,兩個變數 所以它裡面是r分之 這裡有2平方,2平方可以提出來 2平方我們提出來 它就是sinθ dθ,我們dπ把它擺在這裡 從0到2π,這個0到π可以提出來 這個當然沒問題,這個一解就是2π 2π可以跟這個約掉 這個r呢?r是裡頭有θ的值在裡面 我們說這個r 我們看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這個三角形 這一邊長是r 這是z,假角是θ 所以它就是z平方加r平方-2rz cosθ 所以它是等於 所以它裡頭有cos 要積分 幾分 我們把這個帶到這個裡頭來 所以vAverage 它是等於4π 2π 然後4π y0 q 我們r是在4π的裡頭 這個二角形 這個就是等於 更少 z平方加r平方 2倍的vRcosθ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0 我們可以寫 然後我們就寫2π 快幾分就是2π 我們就把這個 2π 這個幾分就不寫了 這個地方就是 sinθ dθ from0 toπ 這個幾分 你們可以去仔細做一做 z平方加r平方 減掉2倍的zRcosθ 從0到π 我們把這個值帶進去 你把這個 一減 z 就 把這個一減 2π x z 分 q 你看 這個值 跟這個值是一樣的 那就說 他的平均值 跟中心的這個球心的電位是一樣的 跟球心的電位一樣 那也就是說 你這個 如果這裡有 有電位的話 你隨便拿一點 取一個要求他的電位 他一定比你周圍這個面上面的電位 比他最大只要小 比他最小只要大 就是說他不可能有極大跟極小 這個是我們看的這個 根據以上的這個推論 我們現在呢 就 還要 還要知道一個 就是一個定義叫做uniqueness theory 叫做唯一定義 就是說 就是說 我們解了 past equation的時候 如果他告訴你兩個邊界條件已經告訴你了 那你解這個past equation呢 這個v就是唯一的值 解出來是多少就是多少 它不可能又是這個又是那個 唯一值 OK 好 現在我們要 我們要 來這個 看一個 topic 就是 邊界條件 與唯一定理 bondary conditions and uniqueness theory 唯一定理啊 就是uniqueness theory 好 那麼 解了個past equation 它往往要給我們的兩個邊界條件 是這樣子的 它這兩個邊界條件呢 它這兩個邊界條件呢 一個是 像我們剛剛解的 一尾的lablast equation X等於 1的時候 電位是多少 X等於5的時候 電位是多少 就是說 電位凡數兩端 給你電位 你也可以解 第二種情況 就是 凡數一端 電位倒凡數 就是它的 電位的first derivative 或者是 在取 凡數曲線 一端 指定電位 它一定有兩個東西 或者是電位 或者是電位的導凡數 但是它不得啊 指定你一端的電位 或者是電位的導凡數 但是它不得啊 或者是一端的電位導凡數 或者是一端的電位導凡數 就等於說 只給你一個 一個邊界條件 不可以啊 一定是兩個邊界條件 一定是兩個邊界條件 什麼地方 什麼地方 這個 這個 這個阿爾綿蒙 拿過來就沒有了 提出來 約到就沒有了 下面這個 這個 基本這個有啊 二阿爾綫 哪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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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四拍二平方 對不對 這個二 這個二拍 跟它約到變成二嘛 然後這裡有個 少一個Q 對 少一個Q 你們回去自己 把它算一下 我經常會寫錯東西 我經常會寫錯東西 這樣到哪裡去了 好 我們說呢 不可以啊 只有一個 以後我們都會遇到 要你解了 它是虛擬的時候 它會給你這個 兩個邊界條件 好 現在我們就要來 看 它有這個邊界條件 的時候 凡是符合這個邊界條件 的時候 你解了 Plast equation 所得出來的 solution 是唯一解 唯一解 唯一解 好 現在我們就看這個 唯一定理 好 什麼叫做 唯一定理呢 其實這個就是 第一唯一定理 唯一定理 我們假設 他說 邊界上的電位 確定的時候 就是說邊界 在邊界上的電位 V的值是非常非常的確定 是多少就是多少 你現在要解這個當中的電位 用了Plast equation 來解 你解出來的電位 唯一的值 就是那個值 我們現在要證明就是說 我假設 當中 任意一點的電位 它不是唯一值 有兩個值 我假設它有兩個值 但是最後我們可以證明 這兩個值就是同一個值 那就是唯一的嘛 對不對 是這樣子的 所以 我們就 角色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證明哈 有二值 有兩個值 兩個值 V1 GV2 好 我們解的是 Laplace equation Laplace equation 它的Solution 一個是V1 另外一個是V2 都是它的解 好 那麼我們就知道 這 Laplace V1 也要滿足 拉斯方程 對不對 也要滿足這個 對 也要滿足這個 好 那我們現在 再另 我們另 我們現在有V1跟V2了 兩個值不一樣 好 我們假定說 我們現在有V1跟V2了 V3 是等於V1-V2 這兩個不同的值 就是說 你這個-這個 不等於0 那就是V3不是0 那就表示V1跟V2不一樣 如果V1-V2等於0 就是說V3等於0 那就是V1跟V2一樣 那就是一個值 對不對 好 那麼 另它等於這個的話 我們把它 V1 我們把這個 取 Laplace 它不就等於 Laplace V1 Laplace V2 我們 如果這兩個適合 Laplace equation 我們 求它的 Laplace 這個不就等於0嗎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有 Laplace V3等於0 就V3是V1-V2 但是 Laplace V3等於0 好 現在我們看 在邊界上 邊界上 邊界上 你這裡有V1-V2 這一點是V1-V2 任意點 那這一點也有V1-V2 那這個也有V1-V2 我們說這個可能會不同 這個可能會不同 但是邊界上面 我們已經說非常確定了 邊界上的V1就等於V2 我們說在邊界上面 所以 因為V1等於V2 V2等於V2 所以,在邊界上,V3是等於V1解V2等於0 在邊界上面是0 所以,在邊界上面,V3是0 所有邊界上的V3都是0 那裡頭的V3是符合於Laplacian Equation 你解Laplacian Equation,我們剛剛找了1為2為3為 你懂得potential是周圍potential的什麼值呢? 平均值,對不對? 這是平均值啊 那就是說,你當中的potential不可以比邊界大 也不可以比邊界小 好,邊界的值是小 所以我們說,這是邊界上 那麼,在此區域中 不得有極大值,極小值 這就是平均值的意思 它不可以比周圍最大的電位還大 也不可以比周圍最大的電位還小 但是,周圍V3是等於什麼東西啊? 在邊界上 其實這裡都有 邊界上面 所以,V3 V3 它不得大於0 也不得小於0 因為邊界上就是0嘛 你不能比0大 也不能比0小 所以,V3 V3是等於V1-V2 所以,V1就等於V2 所以,電位有V1 這是第一 這是我們看的 電位 我們解了 Laplace Equation 你解了那個Poison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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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